大唐究竟怎么衰退 更是能的百姓心四面八方的小国前来称臣与三百多个国家通水经济空前发达文化体验也是十分雄厚 此外唐朝第二次的鼎盛世期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 根据杜甫亲身经历所写的一期记载道一期开元全盛世 秀易游藏万家世到米流之素米白公司苍蝶聚风时九州道路无财狼 远行不牢及日出骑完乳高车斑斑南耕女丧不相识 可见当时候人民都要达到小康社会了人人风衣毒食是太平盛世啊 可如此一个国泰民安的国家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到底是怎么衰退了呢 封建社会有任何问题首当其冲 这当然是其统治者真是成也唐玄宗 败也唐玄宗 太平盛世久了唐玄宗也开始满足 那就逐渐开始追求了奢华 骄奢隐隐就取代了历经图治 一改了当时的节俭之风 花钱如流水 肯定有忠臣不满要禁言 因此忠臣张九龄被罢处 口密附件的李林府成为了赞相 破端从此开始了 唐玄宗对于生活质量提高 竟然感觉后宫三千 没有一个合胃口的 他就找了一个对后室危害极大的女人 作为最宠爱的妃子 没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杨贵妃 完完全全的红颜过水 皇帝册封的妻子当然不能拒绝 这位皇帝为了讨好他 简直是不惜一切 就如从南方花大量人力物力 运在立直 给他吃就足以看出是多么荒唐 根据这唐书卷五十一记载 有子三人 皆有才冒 玄宗并封国夫人之号 常约大乙 封韩国 三乙 封国国 八乙 封秦国不仅如此 为了讨好这位贵妃 他的三位姐姐都因为他都封为国夫人 单单是为他们 服务的工匠就达七百人 给他们的胭脂水本钱每年上百万 另外一位不学无术的小混混从修 也就是杨国忠 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做赛相 还身兼多个职位 位及人臣 杨家一家全清天下 朝廷刚迹被破坏的体无完肤 人人都知道要去巴结拉拢杨氏一家 导致朝政腐败不堪 无数忠臣被陷害致死 杨国忠上尉之后迅思误国 曾有一次 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 皇帝怕会影响到庄稼 他就专门拿出好的庄稼给皇帝看说并无影响 生怕钱财流落到外地去震灾 皇帝也信以为真 没有人敢去弹劾他 他还一人砖断 公然行贿 排出一击 他眼红和他同样受宠的安禄山 就多次上书金言弹劾安禄山 皇帝却始终信任安禄山 他就派出门客自杀安禄山的心腹 以此来激怒安禄山 根据新唐书记载 坑坑处决书物 自认不移 盛系交臂 百 辽莫敢相可否 官属西科独具包相说 又偏逆 专训帝诗欲 不顾天下成败 这位然国中还竟然能做出这样的行为 还真是中国语 做事完全没有顾忌后果 自己的妹妹还被皇帝讨好着 就有事无恐 横行霸道 一手掌握朝政 多少人敢怒不敢言啊 统治阶级如此腐败 百姓就有罪可受了 唐玄宗曾经下诏说 王公百官及豪府之家 笔之装填 自行兼并 墨具章程 在唐玄宗沉迷女色的时候 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 百姓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杨国忠与那些权贵狼狈为奸 漠视百姓的艰苦 使民怨逐渐增加 朝廷的铺张浪费与百姓的水深火热 形成鲜明对比 到了后期 大财主们完全掌握了唐朝的经济命脉 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 大城市长安表面还是一片繁盛 其实国家即将破裂了 除此之外 边将地区授予重军把授 边地设置九个节度式把授 节度式的兵力比朝廷的要多很多 而且还负责管理当地的人口 经济等方面问题 朝廷那边一直滑天九地 而外面的难民却已经开始到处流浪了 当然极度眼红朝廷的生活 矛盾越积越深 而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就是民族矛盾 当时唐太宗虽然有宽容的民族政策 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外族人被排挤和集市 他们只能被比到边疆去 慢慢地形成了一支支对着唐朝政府虎视眈眈的冷虎之师 就这样 在种种矛盾之下 以安洛山为首的一场浩浩荡荡的反叛行动终于诞生了 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论 大唐盛世一曲不复反 国家四分五裂 民不聊省 导致后来的各路翻房格局 朝廷的统治力量一点点地被削弱 人口锐减 经济水平瞬间跌倒谷底 安史之落 当真是唐朝由胜至衰的一个标志 一支唐朝的最后 也没能够重新将四分五裂的国家统一起来 一个思想如此开放的民族敬业 只能落到如此田地 值得后人深思和反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